刚刚讲到那个就是 有关就有些同学那个插旗 一直插不出来 那其实有个地方特别注意就是说 其实这个地方到底要不要做面玉 其实你可以斟酌啦 其实如果我们做两个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再另外再复制一个好了 复制一个 好两个 然后一个做面玉 比如说这个做面玉好了 这个做面玉 那一个没有做面玉 一个做面玉好了 那假设说我今天用按拉 用挤出好了 刚刚用挤出的 把这个挤出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挤出 负的116 负的16 这个方式 OK 那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点它之后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是3D实体 可是你整个选取 整个选取之后 你会发现呢 它其实全部里面呢 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 像面玉啦 还有线 还有胡等等的 所以到时候你用它来做插击 可能会产生错误 可能产生错 如果说你今天用按拉的 比如说我针对这个范围 我不用面玉 这个按拉 把这个范围给它 有了 OK 116 OK 那你会发现呢 它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单纯的实体 OK 有没有 你整个选取 它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 没有像面玉 没有线 没有胡 所以如果像这样的话 会比较单纯 到时候你再插击的时候 比较不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我们来试试看 其实这个地方烟囱 你可以先不要画 我来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这边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3D对齐 那3D对齐 建议是用正交 你只要给它先选取 然后呢 中心点这个选到 另外一点不要选没关系 因为反正是正交 给它方向 方向是正交这个方向 没错就好了 那再来就点这个端点就好了 所以1点那个终点 2的话给它方向 第三个给它一个定位 就是它旁边这一点 那移到哪里呢 移到这边 所以你移过来之后的话 就是找到那个 这边的终点 找到这边的终点 那找终点的地方 点一下 那所以第二个给方向就好了 正交 只要正交就好了 第三个一样 点旁边这个端点 点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 有没有 这地方呢 这个地方 就会放到这里面来 那插级的话呢 直接选插级 选一下物件 我们要留下来的 先插级 好 按空白键 再去找到里面这一个物件 再按空白键 这样就挖空了 就会比较没问题了 不然的话 我看刚刚满多同学 在这个地方满容易出现问题的 那特别注意说 如果你上面这个烟囪做出来之后呢 要搬过来一样 记得要先把那个烟囪跟这个实体呢 做连击 如果你没有连击的话呢 像那个倒角圆甲 如果你先做 是做不出来的 一定要先连击之后才有办法 这地方的话 普通说明 方便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